中美无人中程辽机谁先服役 反正中国航空跟中国航天自己先卷起来 过去这一周里 中国隐身无人攻击机的消息多起来 美国公布 他们的卫星在7月就连续拍到了 攻击11无人机在中国马兰基地的活动迹象 两架攻击11一会儿在机库门口 一会儿再跑到别人上 结合以前发现攻击11出现在两极攻击舰 还有航母上的卫星照片 美方认为这是对攻击11进行更广泛的测试 有可能海空军都要用 而且有可能是跟歼20形成组合作为中程辽机的 相比之下 美国自己倒是没有继续发展这类非翼布局的无人机 2005年 美国波音搞出来一个X45C 2010年开始测试 更早的时候在2003年 洛斯罗普格鲁门公司 还有一个X47A进行了试飞 但是这一类布局的无人机 后来都让位给了后面出现的X47B 还有MQ25这一类东西 也就是说 美国在自己曾经领先的非翼无人机这个领域放弃了 又一次把PPT变成了现实的机会 让给了中国 另外比攻击11更大的 2022年珠海航展上亮过相的CS5000T在空中飘过的时候 也被群众看到了 它的气动外形就不是非翼式的了 而是被称为取柄风筝式 原来美国的X47B无人机用的也是这种气动布局 而X47B被放弃之后 中国在这个赛道上还在继续 并且除了CS5000T还有航天的彩虹7也是这个外形 此外还有一条赛道 美国的代表作品就是XQ58A女武臣 还有XQ67 都是典型的后略翼加双锤尾常规布局 背后进气 看上去更强调的不是隐身性能 而是飞行性能 而中国与之对应的 有航天的飞虹97和飞虹97A 上一届也就是2022年珠海航展上 飞虹97A模型亮相 最近又有消息 说飞虹97A无人机的相关系统的详细设计 还有半实物仿真等前期工作已经完成了 样机正在开始试验验证工作 听上去是快要手飞了 那么更早出现的 也是2021年出现的飞虹97 是不是应该进度更快一些 而且不管是97还是97A 航展上出现这些东西 都是对外宣传的 或者说是考虑出口的 和出口成绩不错的飞虹95 就有可能形成高低搭配组合 而飞虹团队如果要靠自己的中程辽机的话 应该另有型号 属于是不便展示的范畴 所以无人战斗机 攻击机 中程辽机等几个发展方向上 中美是在全面对抗竞争 而且中国航空跟中国航天之间 就卷得很厉害 甚至是航天九院跟十一院 两个院之间的思维也不同 也在竞争 一样相当的卷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无人战斗机攻击机领域 我们的科研模式已经进入了一种 我们一直想要的状态 不是因为技术不足 要被迫集中力量 选择一个方向去追赶 去攻关 而是对方想什么 我们就可以实践什么 我们现在有能力大面积去点亮科技术 有胆子铺开了试错 现在还能这么搞军工科研的 恐怕就只有中美两家了 美国军工发展这几年减速明显 那么我们现在的一步一趋 早晚也会变成思想引领 而美国军工发展之所以优势减弱 除了中国自身发展比较快以外 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 美国的军工人才流失严重 都被别的行业 什么金融行业 电子娱乐行业抢走了 可见未来要继续比拼 恐怕就更需要比 谁更能够稳定科研队伍 谁的后辈人才力量 有更好的科学素养 最后还是要看基础教育领域 谁更重视理工科 说到这里边 想起来最近很火的 另一个统一剧本的 社军网络谣言 很多人又是千篇一律 复制完全一样的内容 说自己的孩子高考进了军工院校 吃亏吃苦等等 还是跟反对孩子当兵一样 都是有组织有计划 在引导社会的反军队情绪 显然是想让某些家长 不知不觉中 参与破坏军队 跟军工科研的人才后备力量建制 所以我就想问一问 学法律的朋友们 对于这一类博主 刑法中有没有哪条 是能够马上用得上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